一个取号的是一位175公共到年底了啊 对不对谁都还不想拿一年的努力给自己点啊 填头的啊 这就是一个位玩家取出了一个175公共的号 我们看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人修呢 它是一个5000块啊 猎数呢 它是个500 宠修呢 的话它是一个1600啊 然后辅助技能呢 强壮神速不加钱 但是它有四打 有翠铃有打造啊 四打能加上一个1000 师门技能非常的牛逼 1233824 这个号很好 虽然没有花胜 但是技能不低 原始种族是龙宫 天宫龙宫天宫龙宫 原始种族先 但是历史门派就只有一个 只能加200 黑白麒麟 只有一个白麒麟 这个号以前没买过祥瑞 今年才开始买的 以前没有七七祥瑞 锦衣的话有一套制云段 加上一个360块钱 法宝神器没有 召唤兽格子有个拓展了一个 只有个第五狗 真正的高等级的宝宝 一个都没有 子女没有 帽子送 项链送 衣服送 武器送 腰带送 鞋子 基本上也是送 这全身上下的东西 给他一个66块钱 好 然后行囊里的东西 第一个水晶 野鬼 专用 什么气龟专用 看到这些军火 又有点手痒了 想起我的无级别之夜 连续鉴定了3300件的军火 结果出了两个无级别 无级别几率1500% 真的简单 就这 有人说这号9000块钱 9000块钱 你就这么说 我别的不说 9000块钱 你能买到三个180级技能的号吗 买不到 所以说这号9000块钱 我是不服的 这号肯定得上万了 还有个特效 特效是药燕麒麟 药燕麒麟是攻击特效 兄弟们 这个药燕麒麟要加多少钱 正常原价充值是2万块 然后你原价2万 然后你五折卖积分是 实际花费上1万 就是如果你说特别想要一个药燕麒麟 你自己想要得 如果不买号的话 大概要花1万块钱 你五折卖什么大金鱼啥的 然后正常来讲 1万块钱的消费在卖的时候 如果不是限量的 就是随时可以得到的 类似于金色ID是加3000 这个号是一个法术门派 但是它用的有的是物理系平坎 才能复发的攻击特效 这样的话 那给它加上一个1500怎么样 加66加360加500加200加2400再加1000 再加1600 再加500再加5000 这号的最终价格13126 便宜了 刚上架就被人卖了 他们是三国家族 有关羽有张飞 估价1213126 老板的购买价格是1355 差距的价格为426 429 429除于1355 差距的价格为3% 差距的价格栏 他现在非常厉害 一众模特效 또帮助